嗨,哈囉,大家好,我是楊 那我們去過了世界這麼多博物館之後呢 我今天終於回到台灣 來看看我們台灣自己的故宮博物院 那這邊呢,我也話不多說 發現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今天我們要去看一些 可能偏向梳畫類的特展 那我們就進去看吧 好的,我們今天先看到的呢 是忽必樂海的這個特展 忽必樂海這個詞呢 來自於蒙古語的活佛的意思 而清代的官方文獻呢 它也沿用這個詞 古展覽呢,它取名為忽必樂海 這整個展覽的重點呢 它著重在藏傳佛教與清廷的文物 而我個人認為呢 就算不懂歷史 非佛教徒呢,也非常值得一看 第一個看點呢 是清朝皇帝跟活佛的互動 與相處的關係 其中呢,有非常多官方的文件呢 佐證了他們互送了什麼禮物 甚至也有乾隆覺得有西藏貴族 勾結清廷官員的問題 以至於呢 忽必樂海都出自於 同一個貴族家庭的事件 而第二個看點呢 是現代很少看到 有三種文字同時出現的狀況 而清廷呢 卻保存了很多 滿文、泛文、中文並存的經文 而這些經文上的裝飾呢 也大有講究 十分值得探討 而第三個看點呢 就是展品 有許多堂卡與獵代忽必樂海的隨身用品 我們可以從繪畫跟這些物品 來窺探當時藏傳佛教的服裝與生活方式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從入口帶大家來逛一圈吧 從入口處呢 就是平面化的藏士們 一入內的說明版設計呢 與類似布連的裝飾 也非常有西藏的風味 再來這個宗科巴大師的雕像呢 也是跟乾隆爺有淵源的精品 再來 朱品疾走經跟龍藏經 也有詳細的解釋 而旁邊所畫的神呢 都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特別厲害的是 他們找出了很多歷史文獻 來佐證忽必樂海的起源與用法 建議呢 大家可以詳細看一下他們所展出的文件的內容 而這些文獻的書法字呢 也是看得十分的舒服 一不注意呢 就會把它讀完了 再來看到這些堂卡呢 約莫有七成 旁邊都會有詳細的解釋 不過呢 真的是每一幅都非常的精緻 有太多細節了 真的看不完 而接下來這些器物呢 有許多是忽必樂海跟親帝 護送的書信跟禮物 也有法器與清末名廚 張家國師的用品與畫像 我個人覺得呢 這個銀胎內田法郎坎寶蓋罐 非常的有趣 接下來呢 我們來聊聊 金平撤遷制度 從清朝建國以來呢 皆跟西藏各大師的往來聖密 而從格魯派開始呢 漸漸有了活佛轉世的制度 到了乾隆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這個活佛的認定制度呢 有問題 因為屢次呢 這個活佛呢 都出現在特定的西藏貴族家庭 有勾結圖利的嫌疑 所以乾隆呢 就制定了這個 金平撤遷的制度 而我覺得蠻好笑的原因呢 是裡面的文檔 明確的記錄寫出了乾隆呢 他覺得 駐西藏的官員的話 並不可信 好了呢 那今天簡短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了 之後呢 會有個別探討 單個展品的影片喔 所以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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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